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号2023年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 在过去250年的历史上 首一次一个前任总统 被刑事起诉 在这个案件 今天川普到了纽约 法院出庭应诉 川普面临 34项重罪的指控 稍微我会跟大家解读 在16页的指控书里面 所陈述的34项重罪 他的罪名给他们 他们有可能 这个惩罚 这什么样子的 不过首先我们看一下 一大早川普已经发出推文 他说我们现在 这个政要出发到 这个Lower Manhattan 这个Mannhattan下层里面去 到法院里面去 看起来 so real 是超现实的 很奇怪 不太相信这是现实了 他们真的是要逮捕我 I cannot believe 现在在美国这样子发生 这个Mega 这是给他的支持者打气 他说在美国 他也不肯相信 这就是现实 当然在出发之前 川普的律师 已经跟检察官达成了两个协议 第一川普去到法院去 他们不会进行所谓的per walk 也不用就是在大众面前 也后被逮捕 或者是被游街示威这样子的 他所以马上到了法院 马上进法院去 以后不接受媒体的拍照 也不上手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检察官做了很大的样部 就是要不要拍大头照 指纹川普做了 但是检察官也是认为 也没有这个必要 拍大头照 因为警察之所以要拍 Marsha大头照 最重要的话是让警察破案 将来有嫌疑犯的时候 可能会逃停的时候 他们会知道这个人的长相怎么样 川普到哪里去 大家的认得 所以话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辩护律师说 拍了这个大头照 万一有个警察 或者是检察官 不小心将这个照片 外设出去 这样子的话 不单只会影响到这个程序 并且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毕竟川普现在是 2024年总统的候选人 并且在共和党里边 他是遥遥领先的 这种情况之下 对这种拍大头照 没有这必要 并且一旦只泄露出来 以后会影响川普的形象 所以检察长也同意 所以目前做了两个样部之后 川普到了7楼打了指纹 以后就到了15楼的开庭了 当然在开庭 在前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 很多民众的围观 包括Marjorie Green 她自己也带领 而民众在法庭门外抗议示威 当然川普 他脸上是非常严肃 没有开记者会 开完停了之后 他马上做他的专车 送他到LaGuardia机场 从乘他的川普一号 回Florida去 当然在之前 川普在出发前的三个小时 他发了社交媒体的推文 他说法官的话是非常不公平 他认为法官应该要回避 因为法官Mertrand 他自己整家人都是仇恨川普的 他说他的女儿 就是帮他的竞争对手 拜登还有贺锦丽 这个团队里边做选举的顾问 其他的保守的媒体 这个Brett Brabber 他也透露了 这个名叫做Lorraine的名字 就是这个法官的女儿 根据这个Eric Trump 这个川普的儿子 他发推的推文的话 他说你看看这个法官的女儿 他是帮民主党总统副总统做竞选的 所以他有可能Lorraine会因为他帮民主党 而你现在爸爸在处理反对党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这个能公平吗 当然这个Lorraine她根据她的所有的网站可以看得出 她以前去帮过这个谢安达 帮过贺锦丽 帮过其他的共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过 作为她的是一个叫做authentic campaign 所以这个部分川普在出发之前就转发了 他说这个法官的话不公平 因为他家人整家人都恨他 当然这个法官今天没有检察官 或者是双方都没有讨论这个法官要不要回避 这个辩护律师也没有提出说要这个法官回避 但是在里边的话在进行检察官向法院宣布 我们现在正式起诉川普34项重罪 以后川普的回应是不认罪 这一堂最重要是过堂 过堂的话有两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问认不认罪 第二个程序它最重要的话要不要保释 因为在这个案件里边 川普是一个前国家的总统 他可能会逃停吗 他不可能去逃停 所以法官的话并没有讨论他保释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 下面这个几个的话有几个动议 根据当庭的记者 在里边的话法庭在15楼的法庭 里边的话大概有50多名的记者 根据Fox News的记者在里边的话 他里边提到了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get order 检察官提出来 他说现在在自从两个星期以前 川普已经在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言论 尤其是川普推发了一个 川普拿起球棒来打检察官的 这种做法的话是煽动暴力 他要求法官的话就阻止川普这个行为 变相的要求法官的话进行一个封口令 不允许川普的话 在社交媒体里边的话公布这些消息 但是这个辩护律师说 在过去三年都是你们检察官说的算 都是你们检察官的攻击川普 川普他有第一受证案 言论自由 他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且他现在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不可能不可能发表不发表意见的 所以的话法官他并没有同意检察官所 所说出的封口令 他只是说这一类的 有一个是川普以后发这个消息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如果是任何任何的词语用词 散动暴力的话我会再度来考虑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封住川普的口 但是提醒川普以后讲话要小心一点 以后不要散动这个暴力 以后第二个议题就是检察官提出动议 要求川普的这一名的律师 Joe Tocopina要回避 为什么他检察官说 在这个案件Stormy Daniels曾经咨询过 在这个案件里面曾经咨询过Joe 所以话他曾经有个个律师跟客户的关系 他现在的话在这个案件 其中重要一个证人就是Stormy Daniels 所以话他要求Joe Tocopina回避 不能够有利益冲突 但是Tocopina跟法官说Stormy Daniels曾经有打电话 跟他的秘书约约时间 然后但是他并没有跟Stormy见过面 也没有签个任何合同 所以他也没有讨论过任何的内容 只是他打个电话而已 后来Stormy请了另外一个律师 他没有继续追 所以话法官认为Tocopina并没有利益冲突 所以话还是让Tocopina留在担任川普的律师 当然第三个议题就是确定了时间了 所以当时川普的检察官要求快速审讯 以后检察官这个法官也同意 我们要尽快来处理 但是的话所以话要将这个出庭的开审 陪审团开审的日期 以后定为明年1月24号 明年1月24号正式选举的初选 以后共和党的初选 还有民主党的初选 所以话辩护律师提出来 这个时间以后刚好跟选举有关系 你不要忘记川普是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话他这个不可能会在那时候 又要应付这个开审 又要应付这个选举 所以话法官也同意暂时不确定 陪审团的开审日期 他同意下次以后再来讨论 并且法官做出了几个裁决 第一个的话是在这个日期 有几个日期 8月份 也后这个辩护律师要提出任何动议 必须要在8月份之前提出来 当然这些动议的话 包括要不要换法庭 要不要换法官 要不要这个案子要撤销 这些动议的话 8月份8月底之前 辩护律师必须要提出来 当然提出来 必须要让检察官这方面的话 做回应 所以9月份9月底之前 会要检察官要做出回应 双方的这个提出动议 还有回应 以后真正确定开庭了 下次开庭的话是12月4号 2023年 所以到这个12月4号 以后再进行真正的开庭 开庭就是检察官跟辩护律师 要向法官面前来争辩 能不能撤销 要不要换法官 要不要换庭 要不要这些动议 所以这个法官将下次开庭 定为12月4号 辩护律师提出来 因为这个你看看 这次川普来到法院里边 劳斯动众 能不能下次川普本人不用到法庭 然后让律师到庭 法官说最好还是到了 我知道政府在这个案子处理方面的话 劳斯动众花了不少人力物力 这个为了保护川普的安全 为了保证川普的机车者 不会跟反对者来这个冲突 所以的话他也理解 不过他说还是建议12月4号 川普应该要回到法院里边来 当然这个不是强劲性 他建议川普要的 很多州有一些轻罪案件 律师可以到庭 有一些州法官同意的情况之下 这个律师可以代表客人到庭 所以这个案子 虽然川普是可以不到庭 但是法官建议他 你还是到庭比较好 因为12月4号有可能有很多动议 有可能是这撤销案件的动议 有可能是换法官的动议 还有很多重要的决定 要在那时候做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下次开庭是12月4号 但是这个之前 双方会进行交换资料 现在今天检察官所公布的这项的话 就牵扯到纽约州的刑法175 其中的话所有的罪名都是175.10 Falcifying business record in the first degree 这也是伪造企业的文件 来引盖这个其他犯罪行为 所以这个这项里边的话 这一共34项这些重罪 根据纽约州的话 这些重罪都是所谓的class E 是属于重罪里边最轻的 这项罪名 这是牵扯到两个人 一个是Stormy Daniels 另外牵扯的话是Karen Madugo 这两个验星 其中Stormy是用13万的风口费 另外一个验星 他是花了15万 所以将来这两个验星里边 他们现在想办法用的理论的话 就是他们伪造的商业记录 来隐盖选举法的 当然这个选举法的话 就是说因为这个风口费 让大家不知道他们这个事情 所以会影响了选举 所以在现在的话 这个34项重罪 每一项罪的话 这个并不表示的话 他有犯了34项罪名 其实这个司法部也禁止检察官 同一个罪名 同一个行为 用不同样的罪名来指控 这个案子的话 很有可能是因为 在过去 在2016年 他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风口的时候 这个川普在当总统之后 用34笔的钱 这个还回给这个 Michael Cohen 因为Michael Cohen 他自己先垫了这个钱 这个一个是13万 一个是15万 后来川普是用自己的账户 以后拿出了42万的钱 来付了Michael Cohen Michael Cohen的话 在写发给账单的时候 律师账单是 每个月是335 这样子的费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说他做了34项 这个违法的事情 而是因为有可能是34张支票 另外的这项罪名 如果是成立最高的话 就判罚4年 所以川普 如果是这些罪名成立 但是往往的话 有两种 不是说34项成立 以后4年4年4年这样加上去 很多时候法官的话 是同时执行 这个的话同样的 不同样的罪名 但是他判罚有罪的话 这个就是4年 同时不管是指向罪名 都可以同时执行 当然法律界认为的话 川普坐牢的机会不是很大 因为在纽约 检察长Alvin Bradd上台之后 他将52%的重罪 已经降为轻罪 你这个轻罪的行为 现在升为重罪 目标就是要打击政治对手 所以为什么川普今天晚上 回到福尔达 以后他会开记者会 我们看看到时候 他会怎么样的说法了 当然解读一下 这16页的检察官的指控书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当时运用了这个法规 就是纽约州刑法175.10 刚才讲过的话 他要证实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在2017年2月14号 以后他们要伪造商业的记录 来允盖一个犯罪的犯罪的行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就讲因为2017年2月份 有可能是第一张支票 所以第二项支票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第二项的话 他也是在2月14号 2月14号所做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这项罪名 他并没有讲明 是允盖哪一个犯罪行为 现在最大的争议的话 是纽约州的法规 你的相约记录 你要伪造的话 你应该是 允盖另外一个 纽约州的犯罪行为 但是在这个纽约州 找不到任何川普违法的行为 因为这些事情的话 他不是这个跟 就算Daniel Daniels跟川普达成 这个封口费的事情 在纽约州也没有违法 现在的话 他们要做的话是 要影响了 就第一个十万十五万的 他封第一个宴刑的口 当时他这个钱 应该是算作政治捐款 以后他是用这个理由来的 但是问题是 纽约州的这个刑法 要允盖另外一个犯罪行为的话 那你纽约州 没有其他州法的刑法的违规 你先用引用了 他违反了联邦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辩护律师很有可能会提出 一个所谓的Jurisdiction 你司法管和权的问题 因为你毕竟是这个 如果你说你 掩盖其他的犯罪行为 外州的或者是这个外国的 或者是联邦的 因为这种行为的话 那很简单 现在这个德州 还有佛罗伊达州 这些共和党 有检查 作为检察官的 他们也可以同样 采取同样的方法来起诉 这个Joe Biden 起诉Hunter Biden 因为他们也可能违法了当地州的法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他里边会采用哪些违反了哪些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指控罪名 基本上都是一样 每一项都是在哪一年 只是日期不同而已 在4月好像第8项 在4月13号2017年到6月19号2017年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日期不一样 但是都是一样 他说的话给了一个收据 给Michael Korn那边来的 他说这个的话当成律师费 其实的话这个不是律师费 这个封口费 所以这个是一个伪造商业记录 以后同样的第8项到 每一项罪名都是差不多 你可以看得出第18项 陪审团的话裁定指控 川普的话伪造商业记录 违反了纽约州的刑罚175.10 他说被告在纽约州的时候的话 大概在7月11号2017年 他用他的账户里边的话 Donald Trump的支票里边 上面的话是伪造了商业的资料 他本来是封口费 但是他当成律师费了 所以这些罪名你可以看得出 这16页里边都大同小异 但是的话可以看得出 现在目前这些指控只是提出来而已 在指控完了之后 很快的检察官必须要将手上的所有资料 证人证据录音带录像带文件 全部要交给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估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来看里边的指控是什么 在指控里边挑出来之后 他们要提出相应的动议 动议提出来向法院提交 向检察官提交 以后这时候检察官可以研究 辩护律师所提出的动议 来尽兴做好准备 做好反驳 再向法庄提交 双方都提供了 最后同时检察官提供了反对动议之后 辩护律师也可以拿到一份 作为一个在做一个反驳 检察官反对的动议 以后最后法官的话进行听证 看看哪些动议应该可以同意 哪些动议不可以同意 所以这个案子这场战争真正的开始了 川普今天脸色是非常沉重 可以非常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不过到晚上的时候 因为法官并没有封口令 他应该可以跟大家解说他的版本 因为当然这个案子 这个有可能会在这个选举 这个由拖到19个月之后 因为19个月我们大概知道2024年 川普能否升任连任 这个会当选这个第47届的总统的 当然这个官司也是我们美国历史以上 以来第一位总统的这个被指控 这也是我做了快30年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是第一次面临的一个检察官 这个不顾国家的命运 也后利用司法的体制来 这个攻击一个政治对手的 这个案子发生在2016年 往往是双方 川普他是有钱人 他不 他不想这个丢脸 不想让家人知道 他自己有这个 这个这项指控 对不对 他无所谓 他听了他的律师Michael Cohn的建议 以后来付了钱 这封口 很多名人为了 虽然有些事实不是一定指控 是事实 但是的话不想惹这个麻烦 花律师 以后丢脸 还更不值得 他干脆的话 花钱消灾 用这种方法的话 没想到反而成为 总统选举的 这些政治的攻击材料 为了这个当然 在过程之中 很多人觉得美国法律不是公平平等 其实我常常用一个这个比喻 就是说法律是平等的 但是的话就像我们洗干净的手 在显霉镜之下看都会看出视剧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手脏了 不是 因为在显霉镜之下的话 总是可以看出视剧的 一个司法机构 公检法的机构 针对一个人以后来罗列证据 这个是不对的 就像我经常也是比喻的 我们高速公路65mile的speed limit 哪一个人是开65mile那么慢 但是为什么警察 有的时候会给70mile的人开罚单 有的时候给80mile的人开罚单 你可能70mile的人 被开了罚单 你会问警察 为什么别人开的比我快80mile 你为什么不开 检察官警察 他们有这个选择性的权利 但是你必须要平衡 必须要知道 这个我们公检法是要杀鸡镜猴的 这个案子追溯期早就过了 并且你这个案件 联邦检察官没起诉 然后其他的州检察官没有起诉 现在个案件都没有起诉 到了选举前的时候 你拿出来操作 这个不是法律 这个是政治操作 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司法 史上黑暗的一天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